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美媒惊爆秦刚七月已死 目的条件中国信品展望 代表了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 也就是看衰中国经济的前景 一名中共高官是在暗示习近平的一尊地位不保 美国《政客》杂志11月6日发表一篇文章 习近平进行斯大林式的全面清洗 其中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秦刚已在七月死亡 死因可能是自杀或苦刑 文章介绍了秦刚快速晋升的外交官生涯 他与中国凤凰未知记者傅小田有一段婚外情 并在美国生下一个儿子 文章说 傅小田就读于剑桥大学 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 十多年前 当秦刚被派往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时 两人第一次见面 《政客》杂志只是暗示傅小田有间谍的背景 有可能被英国情报机构策反了 但是并没有肯定秦刚失踪就是因为傅小田 文章认为 秦刚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 是他卷入了一起更为严重的丑闻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今年6月非北京向习近平告发 秦刚与火箭军高层被美国策反了 文章说 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是通知习近平 他的外交部长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已被西方情报机构所利用 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 鲁登科告诉习近平 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军官的亲属把中国核机密传递给了西方情报机构 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真的把核机密泄入出去 可以说是一件大好事 大家都知道 中共攻打台湾主要就是靠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的机密被美国掌握了 那么就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和美国在台海进行博弈的资本了 北京对台湾开战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胜算了 从这一点上看 泄密这件事情反而是件好事 不过 政客杂志的这篇文章里边也有一些让人质疑的地方 首先 鲁登科是在今年6月25日访问北京的 而习近平对火箭军的清洗远远早于这个时间 其次 如果秦刚被美国策反的话 鲁登科为什么要报告给习近平 普京向来老毛深算 他更可能会利用这件事威胁秦刚 告诉他 你跟美国之间勾结 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你也为我们俄罗斯提供情报的话 我们就不会举报你 所以鲁登科即使知道这件事 也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习近平 政客这篇文章还说 秦刚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死于自杀或者是酷刑 分析人士认为 在中国的监狱中 自杀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如果秦刚真的犯下间谍重罪的话 他一定会被严密的监管 基本上没有机会自杀 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监狱里 都有几个包夹犯人进行24小时监控 更别说像秦刚这样一个高官了 至于说秦刚死于酷刑 这种可能性也极小 评论人士张天亮表示 对于这样的高官 中共即使动用酷刑一定不会伤及他们的生命 中共可以把你折磨得生不如死 但是不会真的让你死 我看到高智胜律师曾经在监狱中受到中共的酷刑 那真的是非常野蛮 非常残酷 令人发指 但是警察在折磨人的时候 能够保证犯人不会因此而丧命 所以说中共抓起来那么多的高官 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到郭伯雄都没有死于酷刑的这种先例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 是全球三大最权威的评级机构之一 其评级影响全球市场 如果一个市场被目的评级为负面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市场是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 12月5日 目的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后 第二天 又将8家中国的银行 18家中国企业 以及香港 澳门的信品展望下调至负面 目的报告出来后 出现这么一幕 中国股市闻风而动 A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 港股也持续扩大跌幅 当天 中国蓝筹股指数创下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 分析认为 目的等于把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 以及各大国营企业 私营企业等等 几乎把所有能带动经济的这些关键部门 全部用重锤给砸了一遍 这意味着 中共党魁希望吸引大量投资者的愿望基本落空 谁乐意将资金投入到预期为负面的市场呢 中国问题专家王鹤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没有信心 他认为 目的的报告有两个影响 一个是 中共政府国家信用下降了 那么 他发行债券的成本要增加 而且 这个债券不一定卖得出去 不一定好卖了 这是直接影响 另一个是 国际大宗物品 什么石油 黄金 铁矿石 粮食等等 中国都是大宗买主 那么 中国这个评级下降的话 人民币汇率马上下跌 下跌之后 对国际大宗物品价格的变动就会产生影响 所以 这个影响是很广泛的 王鹤说 目的这个评级一出来 对国际金融界 投资界的影响立马又增加了一个推动力 外资都在撤了 国际金融资本也都在撤离了 穆迪还预测 中国2024年和2025年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放缓至4% 2026年至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减为3.8% 王鹤表示 穆迪做出这个判断代表了目前国际社会普遍的一个共识 过去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有很大的差别 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 基本上上海内外已经形成了共识 觉得中国经济长期肯定是完蛋了 走衰了 穆迪所做出的评级决定 在我们看来已经做的事相当的委婉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能维持到2% 3%就已经算不错了 实际情况应该比这更严重一些 由于中国金融海啸正在爆发 习近平需要找到一个追责对象 这个时候 他让李强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的这种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20年1月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成立了应对疫情领导小组 习近平让李克强担任组长 他自己不担任 为什么呢 媒体人郭军表示 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疫情 没有特效药 没有疫苗 唯一的办法就是封城 结果一定是民怨沸腾 所以习近平就推给李克强了 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可以背锅 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 北京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变成了烫手山鱼 当然就要推给李强了 他说 中国大陆房地产全面下跌 北上广深这种超一线的城市房价都开始跌了 这就对银行资产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我记得有一个数据 中国一般的商业银行的贷款 80%与地产有关 现在烂尾房2000万套 每一套算100万就是20万亿 金融领域就是一个连环套 一环套一环 一旦出问题就是系统问题 所以中国的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 但关键的是 中共政府现在束手无策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今年上半年 换掉了中央银行和银保监会主席 说明 中国的这种技术官员的意见 当局已经听不进去了 现在是出大问题了 没有办法了 那只能让李强出来背这个锅 12月5日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开幕式上发言 称中共在人权事业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成就 针对王毅的演说 网友纷纷痛批他脸皮厚 公然说谎 王毅宣称 中共始终把保护人权放在重要位置上云云 在中国国内网站上 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已被严格过滤 而在海外X平台上 网友们纷纷抨击网易 在公然撒谎 有网友说 能说出这种话 脸皮可不是一般的厚 还有网友说 中国人权咋样 去美墨边境问问就知道 现在中国成了难民输出国 多年来 国际社会一直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被列为全球最差国家之列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列出多达25种侵犯人权行为 报告还批评北京当局滥用职权 并持续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 不过 王毅讲了一句话 在网络窜红 他称 中国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 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发展模式 王毅这番话的本意是说 不存在固定的人权模式 西方有西方的模式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模式 但是他说 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模式 触及到习近平一尊的称号 网友议论纷纷 说王毅是高其黑 说漏嘴 暗示习近平的地位不保 中共气处已尽 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曾公开表示 要确保习近平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的权威 有网友说 王公公不承认定于一尊 这是要造反啊 也有的说 这次王公公终于说了句实话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幻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